承认偷食人夫 TBB花旦开记者会道歉累撒现场 男友陪同出席 两天前TBB小花朱志贤与港南冠军黎震夜悲戚偷食 双双出轨被媒体曝光后 可谓轰动全港 关于两人的种种传闻 也在网上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 作为事件的当事人 朱志贤和黎震夜都选择潜水 消失在公众面前 同时双方都将自己的社交媒体设位了 仅自己可见 典型的做贼心虚 时隔两日 事件的女主角朱志贤终于发生 据悉她原定于今日下午4点30举行记者会 由于现场吸引了不少香港媒体前来采访 第15分正式开始 令人惊讶的是 朱志贤并非一个人出席此次的记者会 反而是在男友谢东敏的陪同下现身 从记者现场拍回的照片可以看到 前水两日的朱志贤身穿素色外套和牛仔裤现身 整个人显得非常憔悴 记者会开始后 男友谢东敏便首先发言 他表示他已经知道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但是他会陪助朱志贤走过这一关 甚至可能会消失一段时间 同时他也坦言他也有一定的责任 最近忙于工作 忽略了女友的感受 另外他也表示女友朱志贤是一位非常努力 勤勉的好演员 希望大家可以给女友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好好反思一下 将来才能有心思去继续工作 而作为事件女主角的朱志贤在谢东敏发文言后 也首度开枪 过程中几乎哽咽 甚至是流泪 他坦言要对因事件受伤的人说句对不起 他自己也知道做错了 在短短十几分钟的记者会中 朱志贤一共说了六次对不起 对于这次的偷实事件 他也没有过多的提及 所以朱志贤也相当于承认了此事 此次震惊全港的偷实事件 完全可以称为安心事件2.0 黎振业作为TVB的力蓬小生 长相帅气 身材健硕 有助翻版古天乐的称号 本应该有很大机会上位 加上最近在机场特警中的表现 可以说吸粉无数 另外当年他在参加香港先生选举之际 就是打住好男人的标签 一路过关斩将获得了冠军 如今在妻子怀孕8个月 即将临盆之际 居然被爆出这样的丑闻 确实非常令人失望 曾经千辛万苦树立起来的好男人形 像也可以说完全瓦解 成为了新一代渣男 至于事件的女主角朱志贤 近几年也正值演艺事业的黄金时期 参加港姐入行的她 虽然在比赛中没有获得好的名次 成为了落悬港姐 但是苦熬几年 凭借甜美的长相和精湛的演技 也一度备受力捧 特别是她在去年的大型医疗剧 《白色强人》中饰演暗恋男主角 郭靖安的记者康乔 为她演绎的入幕三分 加上综艺节目三日二夜的加持 演绎事业一片光明 如今回头再来看这次的偷食事件 小编也只有一个感叹 不做就不会死 对于在妻子怀孕间出轨的男人 想必大家都是零容忍 而朱志贤和黎振夜 必定会遭到TVB高层血藏 可以说演绎事业基本完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